政府昨年11月因應人大常委會決定 宣布楊岳橋、郭榮鏗、國家祈堂梁繼昌 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主席梁君彥說經行管會討論之後 將會同事的人商討以和解的方式 處理籌金和開支的事 法律費用和抗辯理由等等 行管會決定和他們提出和解的建議 細節就會和我們坐上 我們會沿用上一屆有四名議員 亦都被取消資格的方法 是用法律程這樣去處理的